我们家现在吃饭了 因为担心这个传染的问题 我们不会做对作 但是有的家庭没办法 因为我们家人少 我跟我儿子会做桌子的头一侧 头一侧 我们就对着前面 那如果我们要吃饭 然后讲话 其实不会喷到旁边 只是往前 对对对 真的剩又是另一个小配方 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如何让你回归正常 我觉得你就要准备 好 那首先要准备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你还是按照你平常的生活模式 对 紧要的这个作品是要规律的 比如说想会 其实蛋白质的算法也很简单 我们常讲这个 鱼肉豆 豆鱼蛋肉一掌心 好 那你代表像我们家每天都会吃一颗蛋 就是 那我们是两个人 好 那我一盒蛋 我就可以吃几天 就可以吃五天 那你先都算好这个量 你再去买 这个算数也要还错 没有啦 这样的这个甚至有一些计算的就可以 那你去买菜的时候 你就先准备好菜类买哪些 鱼菜哪些 那你到了那里 你就跟老板说我要这些东西 你拿了之后 其实买菜要换 快很准 对 快很准 你就很快就把这些东西都采购了 是 那水果呢更简单 就是两个拳头的水果 就是像拳头这么大 就是一天吃两份 那如果说我换成凤梨 我的扣打大概就是一天有四分之一颗的 四分之一个的凤梨 那我也是四分之一 那我们买一个凤梨可以吃两天 老师家里的那个吃的状况来就是配几次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家庭群绪 现在尽量不要这样子夹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说我们说公块母吃 但是我们很容易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就忘记了那个 那个常常就是就忘了 没有公块母吃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家向来是配几次啦 不因为疫情 什么叫配几次呢 就是菜炒出来 像我们是有三个人就分三份 有四个人就分四份 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 就是吃饭的时候是不共餐的 我们是分餐但是不共餐 那我们家现在吃饭了 因为担心这个传染的问题 对对 我们呢不会做对作 但是有些家庭没办法 因为我们家人少 我跟我儿子会做堆直的头侧 头侧 我们就对着前面 好那如果我们要吃饭 然后讲话 其实不会喷到旁边 只是往前 对对对对 正正正又是哪对小胚膊 对其实就生活上有一些小小的 但是你可以分餐 其实分餐还可以校正小孩子的 担心 对对 就是要把这边吃完 对对对对 像我从来不捡孩子的剩菜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给你嘛 你吃不完你的事 那我也不帮你们捡 嗯 老师因为那些大家都会囤积食物嘛 那食物保存到底要怎么保存 注意事实上有哪些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去买了些菜回来 对啊 那如果是中南部因为缺水的关系 我建议你还是一次把它处理掉 那为什么呢 像这个小黄瓜你买回来洗干净之后 我建议你就烧一锅水 然后呢你就是直接把它整条哦 直接丢下去烫一下之后 就是在滚的时候把它再丢到冰水里面 对 然后呢其实这样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你就把它擦干放在你的保鲜盒 然后呢你要炒小黄瓜就拿出来切一切 你要做这个凉拌的时候 就把它拿出来拍一拍 加一些调味料就可以了 这是小黄瓜 但是青菜的话我会建议是这样 你有两种保存方法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真的要炒 那你又买的很多 你就把那个黄叶去掉 地头切掉 然后用厨房纸巾包起来 放在塑胶袋里面 但是你的塑胶袋不要封死 为什么呢 要让它的这个空气可以排通 水分不要积在里面 没错 然后呢按照它生长的方式 一把一把的放在这个厨房里面 不是厨房 放在冰箱的冷汤里面 对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像洋葱就不要冰了 洋葱如果说你是真的你要先前处理也可以 你就洗一洗切丝 然后呢就是可以装成一份一份 那我今天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准备一个保鲜盒 然后呢就是有那种烘焙子 然后你就一阵一反折 然后再放到这个保鲜盒 它就有一格一格的 你就可以把葱、洋葱、芹菜放好 然后盖起来 放在保鲜盒里面 我现在很有画面 我觉得老师 你家的冰箱感觉很疗愈 对 打开的感觉是那种非常的 多热 但是我家冰箱大概有七成是空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堆积东西 所以老师是买东西非常的科学化 非常量化 很精准的买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不要浪费食材 因为台湾过去很多的研究 你一年丢掉好几亿顿的食材 其实可以这样低收入物也被测十年 所以我们不希望丢食材 那洋葱呢其实还有一个做法 你就是拿你不要的丝袜 放一颗洋葱打一个结 再放一个洋葱再打一个结 然后挂在阳台通风的地方 然后每次要用剪一颗 那马铃薯呢也不需要放冰箱 你就把那个一个 马铃薯头 你就用一个这个闭光的纸袋 然后呢把马铃薯放着 中间放一颗苹果 它这样也不大会发芽 那不需要封起来 就让它有点通风